为了在防疫期间推动社区产业行销做超前部署 在近南大学观参系的安排之下 教导五个参与社区行销计划的社区志工及理事长 进行线上行销体验课程的学习 除了利用线上导览教导各社区 利用影片向民众介绍社区景点特色 也用各社区的产业设计出DIY包 届时也让想要线上体验的民众向社区预定DIY包 跟着社区进行线上DIY体验 让社区产业在疫情期间 也能够透过线上DIY及导览更好的来推广 由近南国立大学的观参系 吴淑林副教授带领我们社区产业 来进行一次非常有趣的线上体验课程 最主要是说我们也希望 社区接下来执行的一个计划里面 我们有社区体验 如果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进行的话 也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 带领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到社区来进行体验之旅 今天透过线上的学习体验 相信社区的伙伴们大家都非常开心 然后之后也对于我们的计划执行会非常的有帮助 先议员陈怡君也特别体验线上导览及DIY体验活动 陈议员表示透过这样的课程 让社区学习如何利用网路来行销社区产业 这样的方式也能够在疫情期间为产业带来出入 那政公所这一次呢就是让各个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他们呢来开始进行这个线上教学的一个学习 那也透过这个和果子的制作啦 或者是这个泡茶的这个体验呢 让大家先开始学着怎么样透过线上的方式 也来进行一些社区产业的一个体验的活动 那未来呢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模式 让其他地区的观光客在疫情影响之下 一样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和果子制作啊 然后也到我们的这个茶园上线上的游览 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线上课程的一个学习 等于说是为疫情的观光做一个超前的部署 部议长潘一辰肯定普里政公所规划社区 学习线上导览课程的用心 也期望这样的线上导览课程能够来推广 让社区产业在新的世代有新的推广行销管道 记者程伟一普里采访报道